多人成家近几年在报纸新闻中常常听到 但你了解他的内涵吗 他其实包含了三种制度 婚姻平权 伴侣制度 以及家属制度 多人成家其实是打开我们对家庭的想象 家不应该只有一种形式 它让所有愿意共同生活 互相照顾的人们 都可以成为彼此的家人 并且受到和传统家庭一样的法律保障 我是青春爱消遣DJ肖画饼 多人成家我支持 想了解更多或是参与捐款 请上伴侣萌网站 I'm waiting for a show That always make me smile The show I'm waiting for a show You're like my breakfast Like a cup of water Like oxygen 青春爱消遣 是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英语权威消化比 学英文学了这么久 还是一句都用不上吗 我郑重向您推荐 青春藤解析英语 让我们来听听见证怎么说 自从我听了青春藤解析英语 我考试都考一百分哦 大家都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能说七个字 青春藤解析英语 青春藤解析英语 我是肖化饼 我是小布 今天我们的英语权威的宝座 要拱手让人了 因为肖化饼上一个阶段 比得算是 输残残 输到肯口啊啦 好吧 英语权威没关系啦 我们暂时的让给我们今天的来宾 大来宾是谁呢 就是我们最佳网红 网红2016年的代表 就是我们的诱人 哈喽 哈喽 诱人平常对于英文 有没有什么学习上面的心得呢 这样是怎样 深度防派了吗 其实文科是我最喜欢的科目耶 就国英文都是啊 现在太久没有 就是日常讲英文了 不知道有没有退化 好 没关系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英语权威 诱人的这个脚步 一步一脚印来学习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两个片语哦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教的第一个片语 请我们的诱人来示范一下 纯正的英语发音 好的 是这个嘛 对 对 Dick one's heels in Yes very good 我们给就有人拍拍手 一百分哦 Dick one's heels in 是什么意思呢 是绝不妥协的意思 没错 所以Dick one's heels in heel就是我们的 高跟鞋 Yeah high heels sails的脚后跟那个部位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 Dick one's heels in 你要把那个高跟鞋的跟 扎扎实实的踩稳了 踩进去了 有没有 这个诱人应该在这方面很有心得 没错 踩散 所以平常是真的有在练习高跟鞋 平常吗 因为以前表演就常常会穿到 所以就是也会穿它跳舞 就还蛮喜欢 非常强 好 因为很多 我看很多女生走路 都在街上没有高跟鞋 就是马 对 然后就是我 很容易就成熟 无法穿高跟鞋啊 就会变成马的一个角色 所以真的是 然后小可迪又暴露出来的 好情景 对啊 超可怕的 所以今天太好了 我们请诱人来帮我们这个代言一下哦 就是 高跟鞋 只有介入 Dick one's heels in 绝不妥协 那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啦 那另外一种讲法一样请诱人再告诉我们 是怎么样子的讲法呢 Dick in one's heels 没错 Dick in one's heels 就是把后面的印翻到Dick的后面啦 那他来说就是这样 换他不换腰 对 绝不妥协 就是比方说很多人都想要说服你 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就是耳朵很硬 你死都不去做 就叫做的是 Dick one's heels in 那一样请我们的诱人再来念一下我们的 立志吧 告诉我们 这个Dick one's heels in 到底要怎么用 I said I didn't want to go on a beach holiday but she dug her heels in about it so I gave it very good 各位听众有没有跟着诱人的脚步一起repeat呢 没有 我只能说 shame on you 干嘛骂太阳 你干嘛骂太阳啊 你干嘛骂太阳 认真学习 OK day day study 每天都要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刚才又人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I said I didn't want to go on a beach holiday 不想要 他不想去海边 他假日不想去海边 不是bitch哦 我们是bitch哦 bitch holiday是什么景象啊 bitch holiday 可能还是想去了吧 对 不想去 beach holiday 但是他 Duck her heels in about it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绝不妥协 所以到最后 还是去了 I gave in 屈服的 知道这个用法之后呢 我们当然开始进行我们第一个阶段的状况剧 那这个状况剧当然也会很巧妙的发挥我们诱人的所长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新角色登场咯 那我今天会饰演的就是Jessica 那小布就是Mandy 我们的新角色暂且保密 进行我们第一个阶段的状况剧 Jessica和Mandy上次成立邪教胜命叫宣告失败 Jessica越发掘的朱氏不顺 睡星秘形 决定向最近在网路上睡火的唐老师求助 Mandy 你评评理啦 我最近是不是睡到家了 去那个一去排哦 她说什么满千送百的 我就只抽到999 这还不打紧 试穿的时候衣服还被我撑爆了 一撑爆耶 怎么可能啊 Well, to be frank it is highly possible 先不管这了 你知道吗 我回到家 想要看个剧 那个什么 太阳的后裔啊 她竟然 要我登入账号耶 怎么可以这么随啊 No way Well, I've heard that there's a really gifted fortune dollar who look like a maid She's a master of astrology Once, she said that cancer has a chance to get a promotion And then, you know what happened? I became the master of religion 真的假的 嗯,这么厉害哦 那,我代表来会会她了 在Mandy的积极怂恿下 Jessica和Mandy终于上了唐老师的脸书 准备让大师来解答人生疑惑 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是唐老师 没有配不配 啊,只有怎么配哦 啊,今天呢 在我眼前的 嗯,有没有看到 这一桌满满的泡妇 嗯,太罪恶了 嗯,老师老师 我最近 岁月年连 是不是 夫妻宫不顺的关系啊 Jessica Master Time is an expert in astrology You know, with the signs 哦,哦,哦,我明白 嗯,那个 我是不是该 谱个卦 看看卦象怎么说 咦 哦,Jessica和Mandy都上线了 Hello Oh my god 这么晚还看我的直播 诶,你们看我今天画的这个明眸妆 是天使做的化妆直播化的 好看吗 嗯,就这个嘛 我觉得底妆好像有点太浮了 会显出妆感有点重 那明眸的部分哦 我觉得比较接近花花啦 看你觉得怎么样 Jessica Do you still remember why we're here? 啊,哦,对,对,对 啊,唐老师啊 我最近 虽孕连连 是不是 该整个型改改运势了 嗯,Jessica 最近对自己 是不是感到没有自信呢 遇到一些小事情 比较容易挫折哦 Yes, exactly That's what I've been telling her 诶,这样子看来 Jessica 应该是天蝎的做法 跟我一样哦 天蝎星座的朋友们 最近 沐星都走到你的敌人 攻位哦 这个部分呢 就是意味着敌人实力增强了 嗯 啊,你会觉得 全世界好像都跟你对着 感 这样是不太好的 没错 哦,太准了 哦,那个 H牌的店员 我就觉得她有毛病 Ask her how to solve this 啊,那个 唐老师啊 嗯 我整成谁 会比较开运一点呢 是中国女性 林心如 还是台湾泰勒斯 郭雪福呢 咦 新梅姐 上线了 嗨,新梅姐 还有Vivian啊 不要以为换了账号 我就扔不出来了 哦,Jasica 问说整情的部分 哦,我会建议你呢 身边的好姐妹哦 整成 啊,婷婷啊 整成婷的话 运势也会跟着来哦 你看那个 最近那个 嘉惠 她也拿奖了嘛 嘿嘿嘿 诶,对耶 Mendy 你就为了我牺牲一下嘛 你看 这个婷婷哦 婷婷她 其实婷婷她 蛮努力的啊 而且她也是个好女孩 哦 知识座的朋友们呢 八月份你的心心 跟火星 形成对分享哦 意味着在美感 和运势上面 会有一些冲突啦 要美 还是要运势 就考验你自己的 有没有clever咯 那毕竟呢 鱼跟熊掌 是不可以兼得的嘛 好,这就是我们 第一个阶段的 状况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们的Jessica 跟Mandy 上次成立的一个邪教啦 可是失败了 没有 最后还是以一个 昏倒的方式作结 对 就不说你设谁了 那就Jessica 觉得需要改改运 水星逆行了 于是 我们先讲 看看她的衰运 到底是衰在哪里 好了 但是衰在哪里呢 她说这个 去那个某个H牌 满千送白 只凑到九九九 够不够随 超随 这真的是 所以她说 试穿的时候 衣服还撑爆了 过不担心 你看看 那这个Mandy 这个时候 突然很认真地 跟她说了什么 她觉得撑爆 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好姐妹 这个时候 来一个神吐槽 我也没有办法了 所以Jessica 就 假装没有听到 在抱怨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在说 想要看太阳的后裔 但是搞什么 要登入账号耶 怎么这么随啊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吧 看来这个Jessica 可能在3C方面 需要多努力 是 那这个Mandy 这个时候 还是跟她讲了 她最近可能有 follow到我们的国师 也就是唐老师 她的直播 非常的热门 然后呢 她长得很像阿妹 划线 划线重点吗 好 所以长得像阿妹的 这个唐老师呢 星座大师 没错 那她的厉害 是厉害在哪里 她说 她说曾经 她预测巨蟹座 会得到一个 升职的机会 她之后就 马上 Mandy就 一跃而成为教主了 Oh my god 真的很厉害 所以Jessica 当然很惊讶 虽然她好像 就是被取代的那个人 就是她 这个 不晓得是不是有点 可能跟 双号鼻 像金鱼脑啦 已经忘记这两个姿势了 这样子 对 所以现在他们就要去 脸书上面 找我们的唐老师咯 好 唐老师要不要再跟 听众打一下招呼呢 嗨 大家好 打过很多次招呼咯 是 唐老师 唐老师今天 要再次以他的名言登场了 就是什么呢 没有配不配 只有怎么配 好 这个其实是你恐红的吧 老师说十年前 她就已经用这句话了 然后 最近又好 对 是因为我们拍了影片 然后大家就开始讲 是 算是也是 拖骨啦 而且上次有一群学生 遇到我 他们还跟我说 他们最近很流行 讲一句话 什么 就是 我又出差了 然后他们就 他们就说 他们每次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他们就说 我要出差了 好 这些事情还蛮好用的 我们怎么没放进去 所以唐老师可以说 是在某个方面 影响着这个世代 很多名言 真的非常了不起 唐老师的直播 不能缺少的 当然就是 恶样的食物 今天的 今日菜单 就是泡芙 泡芙 好烦喔 Jessica 马上开始问她的问题了 虽运连连 是不是夫妻功不顺呢 那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要赶快 好好的劝劝Jessica 为什么 要打一个圆场 因为她说 那个唐老师 是星座专家 跟八字啊 命运 那个比较无关啦 那个是林真逸 在普得的范围 对 所以不太一样喔 Jessica 议会到了 哎呦 问错了 所以她说 这不是该谱个卦呢 看来好像又问错了 唐老师终于在 食物当中 抬起头来 意识到他们两个的存在 跟大家问说 嗯 什么呢 今天画了一个 名模妆 嗯 那Jessica 认为这个名模妆 好像 不是很合她的意啦 Jessica 好烦 她会挑啦 Jessica 平常然后逛多了 Bella Vita 就是那个 sense比较高一点 所以她说 嗯 妆感有点重 底妆有点浮 嗯 女人我记得 大概看了很多 很多 想说这样 就不用语 你还不懂语 那Mandy 又再次提醒她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该 整个型改运势了呢 那这个时候 唐老师就 神机妙 孙 孙出来了 最近天蝎座 怎么了呢 比较没有自信 感觉比较挫折 是 因为什么 因为走到了敌人宫位 好 相信这个部分 我也不是瞎掰的啦 我们都很认真的看了 有 你们这么做吧 对 是瞎掰的 可是用语很专业 用语很专业 专业的瞎掰 专业瞎掰哦 嗯 敌人的实力增强了 嗯 这个Jessica 马上就对到了 敌人就是H牌的店员嘛 是 问她说 怎么办呢 Jessica 这个时候 先就起了两个人选 整形开你的人选 嗯 一是 你讲啊 你讲 没有人想要讲出这个呢 没有人想要讲出这个呢 你写的啊 你写的啊 第一个就是 女心 凌心如 来自哪一个国度呢 来自一个很强盛的国度 好 我们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知道 我们祝大家新婚愉快 接下来 下一个是什么呢 台湾太乐死 啊 who I want to ask who 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 是郭学弗 我 Yam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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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不太让人理解啦 因为对啊 我是看维基百科的啦 对 因为维基百科 有一阵子就把 郭学弗改成了台湾 泰勒斯这个称号 真的 是吗 不是说泰勒斯 改成是美国郭学弗 泰勒斯是美国郭学弗 对 他的维基百科里面写 泰勒斯是美国郭学弗 然后我想说 郭学弗有这么红啊 台湾人写的吧 对啊 然后台湾中心主因 是是是 美国郭学弗是泰勒斯 那台湾泰勒斯就是郭学弗 有没有 一个互相 互相的概念 好吧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唐老师 开始跟其他上线的网友打招呼了 像是新美姐啊 还有 他的死对头就是 谁呢 这不是我讲的哦 不是啦 我们不要多想吧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的 Vivian 维维安 那维维安 我们等一下 下一个 好像还有出现 下一个季段还有她的戏份 唐老师给杰斯卡的意见 最后不是他们两个 决定的是谁 是婷婷 弟弟弟弟弟弟弟 不累不累不累 是谁 是婷婷呢 为什么是要建议好姐妹整成婷婷 而不是她自己呢 连带影响吧 我们说进出者是 就有一种词杀 就是说杰斯卡 刚才敲边谷啊 婷婷是一个好女孩啦 就整她啊 没有什么不好的 那唐老师这个时候也跟着一起 一起来讲说 古吹 清晨对分下 就是一个名词 对美感和运势上面 有一定的冲突哦 所以就是留给Mandy的难题了 Mandy最后只能说 she dug her heels in and about beauty about beauty 所以这个Mandy看来 还是不会这么轻易取福的了 是 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第二个节目的状况剧 看看Mandy是不是 就是还能够绝不妥协呢 下一个片语 一样我们邀请我们的英语权威 就是我们的诱人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下一个是 Rat 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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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at out是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的英语权威告诉我们吧 出卖 没错 出卖你的好姐妹 出卖朋友 Rat out 尤其是在讲说一点像是 撂杯啊 打小报告那个感觉啦 是跟 不管是跟警察 跟老师这种告状 出卖了谁 就是 Rat somebody out 那Rat out 除了出卖之外 就是英文还有一些 别的讲法 别方说 出卖背叛别人 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字 就是什么呢 Betray Yeah Betray To betray somebody 背叛 或是有一个另外一个骗语就是 Tell on somebody Yeah Tell on somebody 去告发一个人嘛 去告状 所以呢 Betray 或是 Tell on somebody 或是 Sell somebody out 都是可以的 那一样 请我们的英语权威 又有人告诉我一下 我们的例句咯 这个例句非常的有力 简单有力 好可怕吧 好 以一个很有满满的感情 来我们呈现这个例句 Don't you dare wrap me out Or I will kill you I'll kill you Yeah 什么意思呢 从这个语气当中 就可以sense出来了 非常的生气 不准出卖我 不然 我就要 杀了你 杀了你 Yeah I'll kill you 算是 也是一个万用剧啦 万用 谁会对人家长 这样怎么常用啊 好不好 我们甄嬛赚米 月上 阿博斯多这样演的 是不是 好 好姐妹也是会 一系间翻脸的哦 是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阶段的状况剧 到底 要整成谁 要不要整 美感和运势 选哪个 第二阶段的状况剧 博师唐玉琪 给予了Mandy 整张张婷婷的 建议之后 Jessica便继续 与唐老师 一起鼓励Mandy 勇敢踏出第一步 什么 你们说我后面的门 又打开了吗 没有啊 诶 那应该是 你们家的网络 lag了啦 你看哦 我的减肥餐哦 这个KFC的 全杂童 你们看到 这皮是薄的哦 皮薄嫩鸡 我最喜欢嫩鸡了 老师老师 那个 巨蟹座的人呢 是不是耳朵比较硬一点 耳朵硬 其他地方应该也硬哦 老师 老师很爱跟皇上哦 巨蟹座的朋友 我会建议呢 八九月 多听朋友的意见哦 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等一下 我刘海又插开 那个窗帘要拉好 Mandy 你听到了吗 Master Is it true that Scorpio tend to set their friends up just to lash out their hatred to this world 话不是这么说的啦 人多少都会遇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只是呢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而已啦 那像是天蟹座的朋友呢 可能反应比较大一点哦 常常被别人误会啊 老师都知道了 老师都听到你们心声了 你们是没有恶意的 Don't be sad 比较难过哦 老师明白 像老师呢 也是天蟹座 所以要帮你们讲一些公道话 啊 这么多年了 终于有人明白我的感受了 我 我其实只是 我只是刀子腿豆腐心了 其实我还是 很爱你们的 Master 10 I believe in natural beauty I cannot accept classic surgery 有网友说喜欢自然美哦 但是老师偷偷告诉你们 这个年头啊 大家多少都有一点整过头啦 像老师自己的话呢 你们说呢 老师只有用那个 脚膜变色片 还有颠海啦 很天然的 真的 看在我天然美的份上 记得帮我按赞哦 我很在乎眼睛的哦 那什么有网友说 我有打三根 这么大眼不惨啊 这小本是谁写的啊 没有 我只是打鼻影 打得比较高而已 但是像Vivian的话 可能就 你们自己说了啊 双子座整形周事业 是不是会走下坡了 不过我说Mandy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整形呢 你明明就割过双眼皮 不是吗 Jessica I can't leave you rat me out I'm going to call 911 to tell on you that that you cheated on that pansomodel 有网友吵起来的是不是啊 前面说这些座容易被人家误会哦 所以容易不经意收出朋友的秘密 引起冲突哦 这个时候我建议吃一个 要吃一个凤林 人气就会旺旺来哦 来看一下完美的一款 好 夜到 脚本叫我要夜到 现在轮到处女座的运势了 我知道大家等很久了哦 oh my god hello yeah 911 it's Mandy you know that master tan she's in danger help her 处女座 我又噎到了哦 处女座 嗯 还是留到下次好了 好的 经过消防队的一番抢救 唐老师终于顺利将喉咙中的凤梨酥取出了 完成了处女座的奖劫 身为救命恩人的Jessica和Mandy 也因此受邀上唐老师的直播 直到传说中的梦幻泡芙 哇 一个圆满的结局 好温馨哦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哦 所以Jessica和唐老师不断敲Mandy的编故 希望可以让Mandy下定决心 整成张婷婷 那唐老师先从什么开始呢 当然是先从她家的门开始 好家里的网络LAG啦 不是那个门他自己打开了 怪怪的 那来介绍他的减肥餐咯 减肥餐是什么呢 CFC CFC的全家童 嗯 可以说是这个唐老师的减肥餐也是与众不同啦 看了都饿了 对啊 还是薄皮嫩鸡哦 对啊 唐老师在这边好像又 类似的开了一个黄枪 好啦 Jessica就问说了 巨细数的人耳朵是不是比较硬呢 那当然指的 这个巨蟹座指的就是我们的Mandy了 那唐老师就说了 要多听听朋友的意见 多听听Jessica的意见 Mandy这个时候还是不死心啦 她觉得天蝎座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只想要 把他们设进一个圈套当中 想要看好戏啦 自己的这个消气的对象 就在她身上了 对 那唐老师这个时候 因为她自己也是天蝎座嘛 所以这个时候帮天蝎座讲点话哦 可能常常会让别人误会 没有恶意的 那Jessica 感同身瘦 同是天蝎座 刀子嘴 豆腐心 Mandy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Mandy的耳朵还真的很硬 她说了什么呢 她都整整张平平 所以耳朵不硬啊 这也有几分道理 对啊 她老师又说了 有网友说喜欢自然美 但是老师要偷偷告诉你 多少都有点整过 唐老师的话呢 很天然啦 我们再次强调 唐老师没有整形 只靠了角膜变色片跟刘海 她的窗帘 你真的很敢 你真的很敢写 我要跟老师讲 好啦 是不是老师就应急下先 邀我上直播 OK啊 你就靠这好吗 抢老师 抢老师 老师来算账 好所以呢 天然美的份上 要记得按赞 很在意业绩 小好丙也很在意业绩 所以再次强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要去哪里呢 不要关机哦 要上我们的 Facebook和按个赞 去算还消钱 再度置入一下 好我们回到日本 他说有网友说 打山根 没有没有啦 比你打得比较高 我们相信我们的 唐老师是天然美 另外一个行作专家 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了 越来越像唐利奇了 好 好 所以这个 整形之后事业 会不会走下坡呢 这个答应是说给 某人听的 好 Jessica 就这个时候就很认真地 跟Mandy说 干嘛那么在意整形啊 你不是割过双眼皮吗 Mandy 吓坏了 对 竟然就这样被 好姐妹给 出卖了 没错 Rat me out 对 再次复习一下 出卖的英文就是 Rat out Yeah Rat somebody out 所以要干嘛呢 赶快打给 911去告状了 为什么要打给911去告状了 No idea 好 而且告的是劈腿的状 那唐老师这个时候 嗯 决定要吃个凤梨酥 算是让大家鼓励大家人气 可以旺旺来 完美的一口 要下去咯 出女座 终于要开始了 可是没想到 唐老师也到了 那这个时候Mandy 赶快要干嘛 刚好她应该打911了 嗯 顺便 顺便一下 顺便 赶快跟911告诉她 这个唐老师出事了 是 很慌张 经过这个小房队的抢救 终于把我们的唐老师 抢救回来了 我们的国师 没有因此 撒手人寰 太好了 那小房队员是帅吗 小房队员 可以自行想象吗 可以想被谁救 就被谁救 好可爱 嗯 应该就是那个吧 谁 应该就是谁 跟那个 而且那个嘛 忘了叫什么名字 就是小S喜欢的那个 哦那个小鲜肉 对 可我忘了他名字 好糟 真的想不起来 太久没出现了 他太久没出现了 我要搜寻一下 陈伯瀚了 伯瀚啦 伯瀚 所以消防队 我想应该就是伯瀚吧 伯瀚好久没见到他了 对啊 他最近还好吗 伯瀚你还好吗 就好像没有 干嘛直播啊 不要直播 伯瀚 有听到我讲话吗 伯瀚我昏倒了 救救我 你且吃点葡萄就可以了 好啦 所以唐老师 经过伯瀚的抢救之后 顺利的解决了 这个被淹住的危机 Jessica跟MD 也上了唐老师的直播咯 太好了 算是一桩佳花 没到他用这做节 我们节目就是这样 就走一个 温馨结尾的路线结尾 好 真的是这样子耶 你看他们傻了 到现在五十三集 还活着 还活到现在 这是干的了不起 是 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两个片语哦 第一个片语就是 Deep one's heels in 意思就是什么呢 绝不妥协 没错 绝不妥协哦 那接下来下一个片语就是 Wrap out Yeah To wrap somebody out 就是去出卖别人咯 OK 所以这样一个片语 相信大家 也是很有机会 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的 好实用哦 是不是 真的 下次如果甄嬛 或是你要翻英文版的话 你叫我 叫我 对 对啊 Rat out 先一个片语就要解决啦 好不好 今天等解析英语 就要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落咯 那 也是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诱人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的最后一个单元了 那诱人上到现在 经过了这么充实的几个小时之后呢 对啊 对啊 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感想 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觉得蛮开心的 很好玩 真的 不是炒面画吧 炒面画 就觉得 有一天可以有这样子 也是蛮放松的 玩耍的感觉 对 然后平常上节目 可能还是会多 多小小一点压力嘛 还好 马上 也还好 但是我觉得 就觉得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蛮好玩的 而且真的很放松 就有一种喝下午茶的感觉 对啊 还不错 没有灯光美气奋家 对啊 好 希望大家 各位听众们 听了这个诱人 很精彩的表现之后呢 当然不要忘记 你还没有帮诱人按赞的话呢 要去哪里找你啊 搜寻诱人诱人 没错 诱人诱人 第一个诱人是 是本名的诱人 第二个诱人就是很 很诱人 照解释到 很 charming 赶快帮他按个赞咯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因为 诱人的关系 第一次收听到 我们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在 听众爱笑前 我们的粉专页 留下任何你想 跟我们说的话 辱骂的话就不接受了 我们会尽行的封锁你哦 你明明就一直骂人 还说不行啊 这个节目 就我可以骂人 就是任性 好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过得 很愉快的 两个小时的时光 就在这边 送上给大家咯 最后一首歌曲 就是来自于 Sound of Jack 的同名歌曲 它们是来自于 法国的三人组合 歌曲带有非常 disco的风情 又融合了一点点 放课啊 还有house的元素 你在其中还可以听到 一点sucks风的陪衬 那一样 也是会让人忍不住 跟着女主唱 游来游去 随来随去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快乐的歌曲 送上给大家 欢送 我们诱人 的离开楼 离别的时候 总是比较 感伤 感伤 惆怅 好 下次有机会的话 也许 再来上有没有 再来跟我们一起来 玩乐一下 也是OK的 下次希望可以 真的吃下午茶 还不错耶 顺便也直播啦 又是定情啊 定情看 赢不了吧 好 我们那个敌人攻卫啊 什么费分小妹 也很会讲 乱讲 我们还可以测试啊 什么的你知道 对 我们多角化街 多角经营 今天的青春爱消遣 就到这个地方 高个尾声咯 那大家在这个歌声当中 欢迎送大家的离去 不要太想念我们了 我们很快 就会回来跟大家见面的 那一样诱人 因为现在 飞黄谈达了嘛 所以 相信你在荧光幕前 或是在哪里 也可以看到很多 诱人的声音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之后就是会陆续 会有一些作品 不管是主持 或者是表演 那也希望就是 慢慢让大家看到 更多 更有趣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可以 把更多 更有趣的表演 带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大家 现在其实压力 都蛮大的 就是很多人跟我说 他们生活很辛苦 什么的 但是就喜欢看影片 所以希望大家 看到影片也可以 开开心轻的 过每一天 然后让你们 达到放松 然后让你们 都看开心心的 大家一起往前走 好不好 没错 我们快得的向前走 太好了 真的是 现在人家力这么大 不管你是去看 诱人的影片啊 或是来听我们的节目 希望都可以 让你有一种 很疗愈的感觉 放松 那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要说一声 再会啦 那下一次 想必可能就快要到 开始的时候了 对耶 开学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 保持正座的心情 下去 加油 大家 那我是 烧化饼 我是小鹏 我是佑仁 今天 青春来射浅 第53集 要到这个地方 跟大家说一声 sayonara 再会啦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urrents 失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ogether One step and left and right together Don't waste my time for you and I together So I'm moving all over More and more and ever Make the best steps together Give me the son of Jack And I'll never go back Don't waste them step Give me Give me The son of Jack So give me Give me The son of Jack So give me Give me The son The so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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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step Right One step left One step Right One step Late One step Right One step Late One step Right One step Lat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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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step right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